Siri,打开语法高亮 大家好,我是西门梁 每年一到各种节日,还有女朋友的生日 我都会为该买什么礼物而发愁 现在还有一个月才到七夕 但我的焦虑值已经被拉满了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拿出我的Siri 给女朋友送什么好呀 送口红宝平安利亚 但还送好红,在红兰法 你在看梦花录呢 刘亦菲的口红颜色不错呀 给你买一只好不好呀 你没搞错吧 我觉得可以呀,你也挺白的呀 我们俩的白,不是一种白 我是甲蓝皮,这些年纪是黄衣白 或是中西级的,就是我俩不是一种白 甲蓝皮就是白玉,黄衣白,就是白玉,黄衣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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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明白有这个意思吗 I didn't get it, I was just in awe 平时想给我买什么,就把钱打过来就可以了 不要乱买,尤其是什么口红啊,眼影啊,衣服啊什么的 多半是美丽的小垃圾 好吧,去干活去吧 但是,作为一个20年经验的程序员,我就喜欢这种挑战 所以我花了66个小时做了一个 口红搜索引擎 只要上传女朋友的照片,你就可以知道哪只口红适合她 逢年过节,保住你的狗头 说到搜索引擎,大家可能觉得这只是属于大厂的专利 的确,动动手指就能从互联网的海洋中 捞出你想要的那根针出来 没有强大的技术储备和数据支撑是很难实现的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底层技术逐渐的被开源 一个小团队或者是个人想要做出一个搜索引擎出来 也不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 包括像图片搜索这样的非传统搜索 我在github上找到一个叫做Gina的库 说是一个叫做神经搜索的python框架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神经搜索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通过阅读官方介绍之后我就知道了 神经搜索是一种把非结构化的数据 通过使用深度学习模型进行编码之后 再进行搜索的一种技术 我感觉这个框架能够帮我实现已图搜索口红的功能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搜索引擎里面的图片搜索和音乐搜索这些功能 传统的图片和音乐搜索更多是把图片音乐和对应的文字进行关联 再通过文字进行搜索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算法和模型 能够几乎像人类一样看懂图片里面有什么 或者听懂音乐里面的旋律 这些模型返回来的数学向量进行各种比对和分析 从而找出相似的结果 找到了搜索引擎的框架 我现在要考虑的是从一张照片里面 我需要提取什么样的信息才能对搜索口红有帮助 在这里我想到了和女朋友一起逛街的时候 她在化妆品柜台前试色 她会拿起一个唇膏像这样 把它打开然后均匀的涂抹到你的手臂上 像这样 然后反复的去看 看这个颜色 虽然我一开始也没搞懂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 她这么做就是需要反复确认这个颜色跟我们的肤色到底搭不搭 作为一个钢铁直男 我不知道女生的肤色有多少种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肤色适合什么样的口红 但是程序人的直觉告诉我 只要我把每个人的肤色和口红的颜色提取出来 然后让搜索引擎返回和我女朋友肤色相近的人都在用什么样的口红 这样我就可以让大数据替我做这个购买的决策 减少翻车的概率 在研究小姐姐们试口红的视频的过程中 我发现小姐姐们的拍摄方式都不太一样 如果用人工的方法去抓取这些颜色的话 那效率就太低了 我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最后我使用了media pipe脸部特征点映射算法 谷歌团队在人脸的3D模型中定义了468个特征点 然后media pipe可以通过使用机器学习算法 把这468个特征点映射到一张2D的图片上面 只要我找了这些试色图有全脸 我就可以稳定的抓取脸颊下巴和嘴唇 从而抓取对应位置的像素点 抓到了这些像素点之后 我使用K-meansG类算法 把具有代表性的肤色和唇色各提取20个 然后我需要把这20个颜色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我们知道计算机表示颜色都是使用了光的三原色RGB 但是这些数值并不能直观的表示这个颜色的色调 像这个深红色它的红色数值比较突出 但是它的绿色和蓝色的数值比较低 但下面的这个灰粉色绿色和蓝色的数值就上来了 我需要一个更直观的系统来表示这些颜色 恰好科学家们找到了一个颜色的转换方法 能够把RGB转换成色调饱和度和亮度 所以同样的这两个颜色经过转换之后 它们的色调数值更相近 最后我们把这20个颜色的色调饱和度和亮度的分布 放到摄影圈常用的直方图里面 做成一个数学向量 我们就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出两个向量之间的相似值 像这里的四张图试的是同一支口红 虽然眼看上去颜色不太像 但是提取出来的纯色的向量相似度却比较高 这说明了我的算法成功了 咱们把算法搞明白了 可以说是成功了80% 但是我这20年工作经验告诉我 最后的这20%往往需要80%的时间去完成 那这个时候Gina可以说是给我很大的惊喜 首先Gina有一个套件叫做Dockerray 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数据容器 我既能够同时把文字和数字数据放到里面 我也可以把一张图片或者音乐这些二进制的文档 变成一个numpy数组 用最高的效率帮你存储或者是传送到前端 其次Dockerray提供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向量搜索方法 可以让你在秒级之内完成百万级别的向量搜索 通过Dockerray我很快就构建出来能够表示口红的一个python的类 把我之前在notebook里面做好的算法迁移到Dockerray进行存储和搜索 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至于Gina本身 它更像是一个为工程师量身打造的一个神经搜索的框架 有很多机器学习的算法对硬件要求很高 往往都需要用到带GPU的机器才能够正常工作 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需要在其中一个小步骤用到CPU 剩下的用CPU就可以解决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通过Gina把这些各个步骤 拆分到一个一个的执行器Executor当中 在需要执行的时候 Gina会根据我们设定的步骤一个一个的去进行调用 并且把最终的结果组合起来返回 这就是互联网大佬所说的云源声 在这里我要感谢Gina在这个项目的20%的冲刺阶段 可以说是相当的顺畅的 我找到了Gina的微信技术交流群 Gina的团队在群里面也很乐意的给我提供技术支持和解答 很快我的口红搜索引擎就做好了 为了测试搜索引擎的效果 我现在会把女朋友的照片上传 从中挑选一个口红买回来看看她会不会喜欢 好的我们现在进到搜索 然后我把我女朋友的照片上传 为了能有多一点选项 我就没上传三张 好我们点击搜索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哪一支比较好呢 感觉这三幅图下来都有这个香奈儿的opportunity 那我们就选这一个吧 你买了个电影 什么 我来看看就知道了呀 给我买的 对呀 不是我俩共用的 你确定 我用不了这个 用不了了哈 这么高级 没什么东西 我特地选了环保包装 真环保 唇膏吧 我的天呐 这你都敢买 哎 我可是用了高科技手段 选的 我开了啊 开了就不能退了 我跟你说 没事 你要大胆的使吧 我相信我的AI 就你前些日子弄那东西 对呀 我先说这个高体吧 看上去好像还可以 那我试一下 好 配合你 紫辰 怎么了 翻车了 翻车了 那个色吧 你也不能说不好看 其实说实话 看高体的颜色 是我平常会买的颜色 但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今天是阴天的关系 就显得这个唇色有点暗 好看吗 不难看吧 我觉得 就这个颜色看起来没那么直男是真的 你把那个 你做的那个东西拿给我试试 好呀好呀 我女朋友经常告诉我 要勤健持家 非必要不购买 所以为了贯彻我们的家规 我特地做了一个wife mode 把高一百块钱的口红过滤掉 她现在一定觉得很欣慰吧 我把链接发过去了吗 我看看 怎么做完美日记啊 我再试一张 今天这张试一下吧 嗯 那怎么一个比一个便宜啊 nice 这个口红搜索引擎 除了能基于肤色搜索之外 我还做了一个基于纯色搜索的功能 像最近有一个很火的电视剧叫做孟华录 我想知道刘亦菲姐姐的唇色 到底可以用什么口红去复现 我就可以把她的照片上传上去 搜索她的妆容所对应的相似款 最后如果屏幕前的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 我已经把项目上传到我的github上面 并且我会把网站部署好 大家可以上来试一下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有趣的想法的话 欢迎私信告诉我 说不定会成为我下一期的素材哦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西门良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再见 我们下次见 再见 我们下次见 再见